帶您關注我們臺灣 今天是新增了兩例本土確診個案 分別是案一一四五 還有案一一四六 其中案一一四六是澳洲確診機師的 十多歲女兒 也就是案一零九零 還有案一一一一的同住家人 至於案一一四五是防疫旅館的外包商 那麼之前就有專家提醒指揮中心 防疫旅館相關的外包人員 也應該要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現在指揮中心是不是慢半拍 來聽陳時中怎麼回應 那兩例本土的案例 一位是機場防疫旅館外包商工作人員 在澳洲檢出陽性機師的家人 華航諾福特群聚感染風暴持續擴大 指揮中心記者會再宣布 新增兩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案一一四六是十多歲的印尼籍女童 是澳洲確診機師 與案一零九零一一一一的同住家人 在四月三十號出現症狀 並且在五月三號確診 案一一四五則是一名四十多歲 男性是諾福特飯店的外包商 從四月初開始就一直在旅館工作 四月二十八號出現咳嗽 如今確診CT值為十三 不過從四月二十八號到五月二號 案一一四五出現四天 指揮中心都沒有匡列的期間 先前就有專家提醒 應該要將諾福特飯店的外包商 一併列為居家隔離對象 但指揮中心沒有採納 強調現在所有的外包人員都要居家隔離 並且進行PCR和血清篩檢 另外對諾福特飯店的環境採檢 結果也出爐 飯店內各區域都沒有發現病毒 那群聚源頭到底在哪裡 指揮中心沒有多說 這回華航諾福特群聚事件 就看指揮中心是否能儘快阻斷 疫情蔓延